看华府新闻,小华府大事,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大家好,欢迎收看华府新闻,我是记者孙玄 我现在在马里兰州的National Harbor 一会儿呢,我将会登上身后的这艘豪华游艇 参加2015太平洋国际文化传播公司亚裔小姐选美大赛的庆祝派对 今天的大赛庆祝派对在National Elite豪华游艇上隆重举办 邀请了大赛赞助商,华府社区侨领,大赛组委会,参赛加厉,以及媒体等一同欢庆 由于大赛当晚计票系统出现了错误,获奖选手的名次有所调整 太平洋国际文化传播公司总裁朱立奇对因此带来的不便,表示歉意 并重新宣布了本次选美大赛的前三名 他们分别是冠军Kira Olmans,亚军Talia Vikram,以及季军Emily John 因为这一次是电脑放在那个column那个放错了,所以呢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要非常注意这一点 每一次的评分对我们来说都压力非常大,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害怕这个错误,然后就不敢讲 我们就必须把它讲出来,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对得住我们说我们是最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选美 10月9日,2015太平洋国际文化传播公司亚裔小姐选美大赛决赛在马里兰州Stratmore Music Center成功举办 大赛自首次新闻发布会后历时8个月,吸引了来自中国、越南、韩国、柬埔寨、印度等不同族裔的女孩参加决足 而在决赛当晚,入围嘉丽们展现了她们的美貌、才艺与智慧,让比赛高潮叠起,精彩分成 精致的美食,动感的音乐,阵阵欢声笑语,与波多马克河的美景,一起为参加派对的所有人,带来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太平洋国际文化传播公司亚裔小姐选美大赛,目前已成为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选美赛事之一 大赛促进了亚裔社区各族群之间的沟通,也展现了亚裔女性独特的风采 看华府新闻,小华府大事,华府华语记者孙玄,National Harbor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